美国总统拜登有2021年9月1日在白宫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做会面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年多以来 美国一直透过军事经济援助力挺乌国抗俄 不过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揭露 在开战前2021年9月泽伦斯基上任总统后首次访问白宫 却把美国总统拜登惹毛搞砸了这场会面 英国卫报8月30日报道 这本下周江出版的新书最后的政治人物 拜登的白宫内幕以及为美国未来的搏斗 The Last Politician Inside Joe Biden's White House and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s Future 暂议美国记者出身的作者弗尔 Franklin Ford描写这场会面 由于泽伦斯基要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以及对联盟动态的荒谬分析让拜登火大 两人在该次会面未能建立和睦关系 就连拜登政府里最热忱支持泽伦斯基的人都认同他搞砸了 这场会面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困难的对话 2019年当选总统后面临俄罗斯压力的泽伦斯基 一直寻求访问白宫 但是美国前任总统川普拒绝邀请他 因为他不肯协助川普挖包括拜登在内的对手黑料 弗尔在书中宣称 泽伦斯基因此一直积怨在心里 而且将他所受羞辱 政治难堪至少下意识的似乎怪罪拜登 书中说 泽伦斯基认为 拜登软弱 尤其是针对2021年稍早拜登豁免制裁 兴建北溪二号油气管的一家俄罗斯公司 认为拜登这项决定打击乌国经济和安全利益 拜登虽急于泽伦斯基访问白宫会面的机会 但是对他没太高评价 根据书中所述 在场白宫会面 泽伦斯基在他的谈话中塞了一长串要求 其中首要的就是他需要加入北约 而拜登是带着预期乌克兰对美国的支持表达感谢 进行这场会面 当时外界已广泛担心 俄国正准备入侵乌克兰 书中说 泽伦斯基祈求加入北约后 开始告诫指北约 其实是历史遗物 重要性已减弱 他告诉拜登 法国和德国都准备退出北约 福尔写道 这是荒谬的分析 也是明明白白的矛盾 而这把拜登惹毛了 福尔书中谈到的这场白宫会 一如书中其他章节内容 并未直接引述或者引用消息来源 但出版商企鹅蓝灯书 Penguin Random House说 此书是根据独一无二管道 取得在拜登身边数十年的 最密切核心顾问的消息 按钟练节内容